美国前总统川普位于佛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外 大批支持者开始聚集 高举旗帜表达对川普的支持 因为美东时间30号传出 曼哈顿大陪审团表决通过将起诉这位前总统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川普因涉嫌在2016年大选期间 支付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 风口飞而遭起诉 消息一出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广场大萤幕上 开始播放川普被起诉的新闻快讯 纽约时报也以头版大篇幅报道这则消息 川普得知被起诉后 在自创的社群平台上高喊 所有针对他的调查都是猎物行动 自己遭到政治迫害 共和党内也有不少人发言支持川普 痛批司法不公 川普在本月18号曾预告自己即将遭到逮捕 虽然后来无声无息 却在30号正式被起诉 法律专家分析川普可能最快下星期出庭 但不会有被上靠或入狱等戏剧化场面 只是原本就已经被撕裂的美国 恐怕会因为川普被起诉而更加分裂 华视新闻的入影编译